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杜,专业厨师专业菜 最近我都在炒鸭心,觉得很好吃 那么做成水煮的效果怎么样呢 所以我今天进行尝试一下 结果比水煮肉片还好吃 不信,那就看看视频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鸭心一包 解冻以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盘中 将鸭心改刀切成片 切这个鸭心我们采用滚刀切 边切边滚动鸭心 切好以后就是一张肉片 我们看一下效果就是这样 以同样的荒化将剩下的鸭心全部切完 切好以后备用 下一步我们洗一点垫底的配菜 今天我选用的是窝笋液 这个配菜不限 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配菜都是可以的 洗干净以后直接拧成小段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将切好的鸭心放入盆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因为切好以后还有很多血水 这一步很关键 清洗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给鸭心马胃 放入2克食盐 2克鸡精 1克胡椒粉 5克料酒 1小把红薯粉 用手进行抓散抓匀 红薯粉好像还不够 我们再来一小把 抓好以后的鸭心要能每一片都能裹上红薯粉 码制压心要码干一点 以防在锅中煮制的时候脱浆 抓好以后备用 下一步我们炒一点干辣椒干花椒 用来做刀口辣椒 这个量的话根据个人口味来做 能吃到就多换一点干辣椒 将干辣椒放入锅中 放入少许的食用油进行欢炒 炒至辣椒花脆 不能炒糊 炒好以后放入菜板进行剁细 剁好以后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煮制 洗锅 放油 油热以后放入30克豆瓣酱下锅 放入姜米酸米下锅 一起炒香将豆瓣酱炒至红油 炒好以后放入一碗清水 调入5克食盐 2克鸡精2克味精 1克白糖 今天我用的配菜比较少 就不需要进行枪炒了 直接下锅进行汆烫 汤子断生用肉勺捞出放入碗中 然后锅离火 然后将麻好的压芯 一片一片的放入锅内 然后锅重新上火 用小火进行煮制 刚开始下锅的时候切记不要用勺子去搅动 以防脱浆 大约煮制半分钟的时候可以用勺子轻轻的搅动 将压芯分散 防止腐底 水开以后煮制30秒即可 将煮熟的压芯舀入碗中 上面撒上我们多好的刀口辣椒 锅洗净重新加入食用油 6层油温 将热油用勺子舀出 淋到刀口辣椒上 吃了一身香气适宜 最后我们撒上一点白芝麻点缀一下 我们看一下煮好的效果就是这样 压芯一片一片的成卷曲状 看起来好有食欲 我们吃一个试一下 哇太烫了 吃起来的口感是 比水煮肉片更为细腻弹牙 不像水煮肉片是入口化渣 吃起来又麻又辣 而且还很烫 非常的过瘾 这样喷米饭的话 保证能吃三晚换 这里说一下水煮的放刀口辣椒是非常的香 因为辣椒先经过炒制 然后再剁细 最后用油积一下 这样才把辣椒的香味与辣味最大化的激化出来 所以说是非常的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